在我们国家 和故宫差不多类型的宫殿 可不仅仅只有北京有 南京也有 沈阳也有 甚至在四川的深山里 也隐藏着一个故宫 对不对之处就是展现了 我们国家传统记忆的精湛之处 整个建筑一个钉子都没有 还盘着9999条龙 而且这个建筑也有一定的历史了 源自于明朝的机关 如今也可以正常的使用 而这个非常厉害的建筑 就是位于四川平五的宝恩寺 这个建筑具体的位置 就在四川省的平义县 也是明朝时期 王喜、王坚富所建造的寺庙 传承至今 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也算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建筑 在最开始 这个建筑是 王喜修建的一座深山宫殿 而在修建的时候 并没有仿照故宫的样式修建 故宫的结构 也是运用了很多个钉子 但是小伙伴们也都知道 这样的建筑 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存在的 宫殿在被皇帝发现之后 就被紧急地隐藏成了一个 佛教寺庙 搬进去了很多佛像 如今只能算是一个 佛教建筑了 至今这里应该是我们国家 保存最为完好的 明朝宫殿是佛教建筑 整个建筑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整个建筑也是非常的气质磅礴 而且宫殿里 不仅仅是拥有全章树雕刻的天兽观音像 琉璃瓦上也都刻满了龙 还有盘龙的碎片 有小伙伴们统计过 整座寺庙里有大大小小的 9999条龙 绝对称得上是深山里的龙宫 所以说这座寺庙 就是一座造型非常精美的建筑 每一处雕像壁画等 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完全可以和故宫相媲美 而且总体的建筑 也体现了古代小伙伴们的智慧 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保护这个地方 相信也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故宫的隐秘角落被发现了 故宫有许多隐秘角落 无论是神秘的未开放区 还是开放区的优身处 都成为故宫魅力的一部分 最近播出的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带着观众上天入地看故宫 爬上黄吉殿房顶出草 赏见养心殿的贝壳瓦片 俯视太和殿前身的地基 今天一起换上特殊视角 探索故宫的隐秘角落 太和殿 俗称金鸾殿 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的场所 也是故宫中最高大的建筑 这样一座宫殿 地下建筑必须厚重兼实 如今 想了解太和殿的地下建筑 很难 毕竟我们无法大规模挖开太和殿 了解地下的隐秘角落 不过 我们可以前往千里之外的 安徽凤阳 探寻紫禁城的最初模板 凤阳是明代开国皇帝 朱元璋的故乡 成帝第二年 朱元璋决定 在自己的老家 修建明中都 中都的营建 不仅工程浩大 而且极尽奢华壮丽 明中都遗址 将当时的建筑秘密埋藏下来 展示了明初宫殿 土作工艺的最高标准 明中都的最核心建筑 是紫禁城太和殿的前身 这里的台积 为层层碎石 夯土胶筑而成 仅挖掘出来的部分 就各有十八层之多 这一土作工艺 被紫禁城沿用 并进一步优化 太和殿的地下风景 可以由此展开推想 第二站 由太和殿往东北方向走 我们来到了黄奇殿 黄奇殿是乾隆帝 仿照太和殿打造而成的 作为自己退休后的居所 有人传言 故宫的房顶不落鸟 不长草 但传说只是传说 草木的种子 或是随风飘扬 或是随着鸟类粪便 从天而降 一旦落到瓦缝生根 足以摧毁木构宫殿的防水系统 在清代内务府的记载上 每年春秋两季 紫禁城都要组织专人 飞檐走壁除草 有趣的是 不同宫殿的顶上 常常会生长出特定品种的草木 乾隆或许不知道 黄奇殿的屋顶 是帝皇生长的卧土 如今上房除草 是故宫日常维护的必行之事 第三站 从黄奇殿的房顶下来 我们来到比林的延禧宫 延禧宫属于东六宫之一 来过这里的游客 一定对西洋建筑风格的 灵爪轩印象深刻 1908年 清朝开始修建灵爪轩 魏丸宫 清帝国已灰飞烟灭 水族馆看不成 只好看看这里遗留的建筑材料了 在灵爪轩留下来的建筑材料中 有一组瓷砖 来自遥远的德国 根据瓷砖上的商标文案 研究人员发现 一家初创于1740年代的 德国陶瓷企业 生产了这批瓷砖 这家企业 今天仍在营业 由延禧宫出来 向西走 我们去往养心殿 来看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 一毫米的厚度 如冰糖般半透 反光时 具有珍珠般光泽 切割起来 质地坚硬 却极易分层 如果不告诉你 你能发现 这是一种瓦片吗 很长时间以来 大家以为 它们大概就是 由某种特殊的 云母片制作而成 欣赏了贝壳制作的瓦片 先别着急离开养心店 看看一块曾经发现秘密的透风砖 透风砖 是古代匠人的一个精巧发明 2019年1月 养心殿西配殿的一块透风砖 给故宫博物院送来了一份特殊礼物 工作人员在勘查这块透风砖时 在尘土中发现了一个 卷成系统的黄色卷轴 那是一张一百多年前的戏折 记录了清代中晚期 一次宫廷新年戏曲演出的节目单 和演员表 从养心殿出来向西走 来到西六宫之一的长春拱 在这里 乾隆与富察皇后的爱情故事 已经家喻户晓 但在爱情故事之外 长春拱留在屋顶房檐上的彩画 也是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 如今 长春宫留下的彩画 是慈禧在这里居住时 特地重新绘画的 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玄穹宝殿 许多游客 对这个锦陵锦阳宫的宫殿比较陌生 因为这里仍是未开放区域 玄穹宝殿是明清两代皇宫 举行道教活动的场所 玄穹门是通往这座宫殿的最后一道守卫 在漫长时间轻驶下 它已经不再坚固 玄穹门的问题 出在一颗糟朽的木梁上 如今 面对糟朽的木构建 古剑修缮人员 常常陷入两难 从功能角度看 完全采用新木材 受力能力肯定更加优秀 但从文物保护角度看 则需要尽量多的保留原始材料和历史痕迹 古剑部最终敲定修缮方案 将木料完好的部分留下 学师处用新的木条补上 这根新旧合一的木梁将继续支撑玄穹门的琉璃装饰 木料上留下修缮完成的日期 将为下一代修缮者提供技术线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